他又接着 一日香火源 终身兄弟起 这关系是断不了的 江湖内外 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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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一枪打过去 黑白之间 汪锡林 汪局长 把我们董事长当做第二个 杜月生 所以才会有将来的时间 我只讲了一句话 小心被灭口 行走江湖六十载 我从来没有想洗白 如果每个人能够讲义气 这个社会又不一样 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义气都不讲 你要要求他那个 更难 鲁豫有约 老有记 听张安乐讲述 江湖背后的黑白人生 2013年6月29日 台北松山机场人头传动 600多名警力鹤枪实弹 如临大敌 上千名帮派成员 在机场周围聚集 数十家媒体争相报道 到底是什么人的到来 让气氛如此紧张 张安乐 台湾帮派大佬 1996年 1996年 因社犯恐吓取材 组织犯罪条例 被台湾通缉 历经17年逃亡生涯的张安乐 于2013年6月29日这一天 反台投案 张安乐的归来 一时引起了台湾媒体的轰动 风口浪尖上的他 从前的过往 也再一次被一一拨开 他曾是台湾第一大帮派 竹联邦的总护法 统领数万帮众 江湖人称白狼 帮派生涯近60年 他被称作是竹联邦的大脑 而更让他名声大噪的是 32年前震惊海内外 改变了台湾政治命运的江南岸 这场因为国民党当局 利用黑帮吻护政权排出一级的 跨国暗杀行动 却因张安乐手持的一拳神秘录音带 而导致江家王朝的破灭 结束了江家半个世纪的独裁时代 随着江南岸的见证者一一离世 张安乐成为了江南岸 为数不多在世的亲历者之一 保留着对那段历史最真实的记忆 鲁豫有约老友记台湾行 走进这位神秘帮派大佬的家中 由他为我们展开这江湖背后的 冷静人生 卧房建书房 这是做什么 这是小朋友来这边玩 你的孙子是吧 孙子孙女 对 平常也在这看书 也在这休息 平常电脑在这边 2013年张安乐返台后 便与小儿子一家居住在这个坐落于新北市中和区宜安路的三层小楼中 采访当天 张安乐刚刚从附近的公园读书回来 他说每天能坐在公园里看会儿喜欢的书是一天中最惬意的事情 这位年近70岁曾经叱咤江湖的帮派大佬 谈吐儒雅 神态纵迁 与众多传说中书生气度 洗着中式服装的白狼无异 你好像我印象当中后来一直穿类似这样的衣服 对 因为我不想打领带 为什么 不方便吧 束缚住了 我知道大陆叫做五四青年装 也能叫反正我喜欢这样 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小时候想象就是 经历过那样的生活的人会很特别 会让人有一些害怕的感觉 但其实生活中可能跟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在您上街认识您的人还多不多 有吧 不能算很多 就会去 在公园也会常常碰到 有 年轻一代认识您的人还多不多 在台湾 应该也有 也有不少 但是基本上跑来跟我打招 高呼都是比较 都是对我比较友善的嘛 这有两句话嘛 对我不友善了 可能就直直点点不过来 还会有些害怕吗 会有些怕您吗 应该不会吧 因为我出去都是 不会一大堆人出去嘛 就是一个人两三个家 的确 我看您跟很多那个文字描写的很像 说更像是一个学者 就是像是一个教书的一个老师 我母亲是老师 我喜欢看书的时候 特别喜欢历史方面的 您在这儿已经住多久了 我回来两年了 一直住在这里 这里离您小的时候生活地方有多远 也是这个现在的新北市吗 还是在台北那边 对 安乐路 对 就是安乐路 安乐路现在我住那个地方 你看材料变公园了 安乐路是先有您的安乐 还是先有那个路的那个安乐 我这安乐在大陆去的 所以那这个安乐跟您这个安乐 两个相隔千里 纯属巧合的安乐 冥冥之中似乎也是张安乐与台湾的缘分 1949年 国民党兵败大陆 退居台湾 近200万的中国人 开始了逃难与迁徙 而张安乐一家 就是这千千万万个奔波的家庭中的一个 张安乐出生于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是大学教授 母亲是中学老师 1949年 张安乐的父母带着刚刚出生不久的张安乐和哥哥 用一年的时间迁居到台湾 把家安在台北市安乐路的一处简易的教宫宿舍中 从小时候家庭的熏陶 年幼的张安乐聪明浩绝 小学企学习成绩就名列千茅 并以第一志愿考取了台湾极具名望的台北建国中学 原本张安乐以为可以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长大之后成为一个学生 然而就在初中即将毕业的时候 年轻气盛的张安乐却结识了帮派成员 他的人生从此也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放眼彼时的台湾 随国民党退居台湾 饱受流离的百万军民 似乎并没有受到台湾民众的欢迎 大量外省人的涌入 让台湾本土民众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频频发生 而这种风气更是从社会延伸到了校园当中 年长张安乐六岁 日后成为竹联邦总堂主的陈其礼 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用拳头奋力成长 压抑的气氛之下 打斗变成了年轻人最直接的发泄方式 为了自保 一群外省籍孩子开始抱团取暖 结成帮派 就在外省帮派与本省势力 一次又一次的对抗当中 校园里年轻气盛的少年们 也被这种独特的英雄主义所吸引 而纷纷加入帮派 张安乐就是这其中的一个 曾与张安乐有着相似经历的台湾导演 杨德昌拍出了电影 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小公园帮和217眷村帮的争斗 就是张安乐少年时代的写照 我觉得很好奇在那个年代 像您家里面从南京过来的母亲什么的 都是老师 书香门第 一般这样小孩是会 通常来说是中规中矩的 很听话的成长的 你讲的没错 台湾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之下 就是这些军公教子弟 大陆过来军公教子弟在学校的时候 会成群结党成立帮派 是一个特殊的环境背景 像我那个时代 早期就像我们他们老一辈的 据他们老一辈的说法 当年在台湾的时候 会被本地的学生欺负 所以他们才团结起来 自以组成帮派 像我那个时代加入了 只能这样讲 只为了青春不留白 上来好勇 那我们那时想说 那时叫混兄弟吧 也就是这段时间 初三高一高二 过完了就要为 为了自己的人生规划了嘛 所以基本上都是这个时候 一般我知道的 加入这个学生帮派 都是初三高一高二 没有一个人想到说 终生会走这条路 没有 但我以为 因为小时候看这种电影 总觉得是一般 可能家里面会是比较贫困的 那样的孩子好像会多一点 那像台湾这种军公教 家里也不是很好 可是主要不是因为经济的动机 主要还就是 善良好勇 想成义气之勇 不像人家本地的 本地的叫脚头 那个人家有 人家是传统下来的 那个是 我们只算学生 我们叫学生太保 人家叫黑社会 人家有赌场 有各式各样的东西 有身材的这个方法 所以他们跟我们不太一样 我们是后来也是 因为香港西餐厅嘛 香港是这样 主联邦才转型 好 我们两个当年都是一个班的男孩 少年好勇好舞 您加入了 我没加入 我们俩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就从一桌打扮 言谈举止 就能看出来不同吗 对 那个时候比方来讲 一般人就中规中矩 我们都是学生制服嘛 我们觉得穿得比较土一点 加入帮派了就喜欢穿 比如说一段时间流行喇叭裤 大家都穿喇叭裤 喇叭裤一段时间改成AB裤 大家又改成AB裤 过两天风潮一遍喇叭裤 又比喇叭裤 而且从服装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时候有一样好处 在我们那个年代 你如果发觉对方不是 他本身没有混兄弟 基本上就不会跟他发生任何冲突 但那个时候我加入了兄弟 周文也都知道的 应该是内部了吧 当时 如果同学知道 家长知道 学校知道 态度会是什么 他会知道你 家长不会知道 同学会知道吗 你是祖联邦或者你是四海邦 是什么 同学会知道 同学知道以后 看你的眼神会不一样吗 会是羡慕的 害怕的还是什么 都有吧 但是基本上在那个年代 我们那个年代对这些 好像就生活了一部分 当然家长认为是坏孩子嘛 是 但是同学不一定了 同学看 其实很多男孩子都想 只是不敢 好多男孩子他们喜欢 刻意之间谈论别人的这些事情 你常常会听到这些童年纪男的 会讲 祖联邦某某人怎么样 什么会听他们 他会喜欢谈论这方面的事情 我也常常听到 在一些场合 白狼怎么样 我跟他怎么样 其实我都不认识 这位玄奥我认识白狼 他喜欢讲这类的故事 有的都讲的都很夸张的 我们并没有做到那些 被他们讲的已经神话了 少年时期的张安乐出手凶猛 无所畏惧 甚至在一次打斗中 刺伤了一名宪兵 从此让他在江湖中闯出了名号 就是在诚意气之勇的年纪里 16岁的张安乐加入了竹联邦 彼时的竹联邦还未成气候 与日后拥有十万帮众的台湾第一帮 不可同日而言 但是 这个由一群16、7岁的外省少年 所组成的帮派 却因出手勇猛而出了锋芒 早期的竹联邦以动物名称作为区分 鸟、鸭、鹅、狼等 张安乐排行狼自备 又因皮肤白皙 因此得名白狼 成为组成竹联邦早期的一批重要成员 而他还不知道 这个名字将在他之后的人生里 几度左右的他的命运 一群叛逆的少年也在这里相识 一起走进最初的江湖 但我有一点好奇 这对我来说完全像是一个天方夜谭一样 比如说我们想加入一个组织 我可能要填一个申请表 我要写一封什么信 那您是怎么进呢 就是认识一个人 说我想加入你们 你们带我去吧 总要有个过程 一个仪式 有一个仪式 要拜天拜地 我发现那组织邦的仪式是 一拜天、二拜地、三拜组织 然后要煞雪为猛 因为你加入一个帮派 一定有它的一个仪式 比较严肃的事情 也不是开玩笑的嘛 怎么样树立威信呢 需要靠拳头还是靠智力 树立威信 当然是一定要靠拳头是一个必备的 再来最重要的就是 你意这个字 做一个兄弟的是一个艺术 因为你的威望来不是来自你的职位 你如果是总司令 你是一个军长 你的权威你是来自你这个职位 但你退休以后 你的威望就减弱了 但是做一个兄弟不一样 你是刚开始一定要靠拳头 打出一定的威望以后 你怎么带人 这是一个艺术 都是要打出来 然后才能够去讲二次 那是基本的嘛 军人你如果不上战场 不叫军人嘛 兄弟圈圈也是一样嘛 一点都不害怕嘛 慢慢的 这个东西都会升高 刚开始都用拳头嘛 拳头完了 就开始动刀 一步一步升级上来的 我们刚开始 只用拳头嘛 那时候流行单挑 那时候我们流行一对一的 后来慢慢开始 你吃亏了就不跟你一对一了 就会找兄弟来报复嘛 你用拳头吃亏了 你可能就开始动刀了 你人少对方人多 你就必须用刀来怀育 慢慢升高 我很难想象那时候的您 因为我看您的手是很嫩的 然后您的样子是很斯文的 就我不能想象那时候的那个样子 您现在自己回想当年 是不是也觉得 也会觉得有些恍惚 那时候的自己和现在自己的差别 会有些恍惚吗 其实严格讲啊 还很怀念那时候的生活 为什么呢 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访了嘛 能过那个时代的生活 也就那几年嘛 你们后面可以永久的 我们诚意其实永远 也就那几年而已 您父母知道之后是很反对的 母亲一定是难过 母亲就是 母亲的眼泪嘛 父亲的鞭子不怕 是怕母亲的眼泪 父亲鞭子抽下来了吗 那一定的嘛 北方人嘛 母亲就不一样嘛 那鞭子抽下来了 又有母亲的眼泪 心里面完全没有动摇 还是阳奉阴违的 好好好我脱离 我脱离 是处在矛盾 有时是兄弟的意气 跟母亲的眼泪中间 你在那边摇摆 有时候兄弟有事你要出去 但是又想到母亲的眼泪 你会在那边 经常会摇摆 你心里面明白我这样的日子 只是过几年而已 然后我该考大学就考大学 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了 那个时候都这样讲 大人都讲 只要当兵了 高中毕业去服兵役了 或者读军校了 或者读大学了 就好了 确实也是 大部分都讲 竹联邦大佬话当年 我一下来 那天门一打开 一正面全是人 我就一枪打回去 不需要洗 我从来没有想洗白 听白狼张安乐 讲述台湾黑帮的风雨江湖 精彩正在继续 在母亲的眼泪和兄弟的呼喊中 摇摆的张安乐就这样 跌跌撞撞地走完了 高中三年的时光 但是与其他帮中的少年不同的是 一次又一次的纷争 并没有让张安乐放弃学业 为了母亲的期望 1966年 天资聪明的张安乐 考入了淡江大学历史系 张安乐原以为 即将迎来的大学生活 可以完全将学生时代的恩怨 抛之脑后 借此调整人生的方向 听从母亲的劝告 走上一条正常的求学生 但是张安乐却不知道 更大的风波还在等待着他 考取大学 就跟过去说再见了 我也考取大学 我想象了大学生活 就像秋瑶电影里面一样 俊男美女对不对 校舍风景如画 考取淡江 很失望 有时候会发觉 学校就有一批学生 男孩子 医护穿得很光鲜 就像秋瑶电里面的一样 就发觉有这么一批学生 那有一天呢 我们经过一个教室 就看到他们有二三十个同学 在一个教室门口 围在那边 然后就把里面一个大学生叫出来 叫出来的时候 那个年轻的讲师吧 追过来了 讲一句话 他说拜托拜托我的课 你们不要打他脸 他们把那个学生叫出来 那男学生长得蛮帅的高高的 一出来他们就打 我说这什么学校啊 这个大学比我们的高中还要凶悍 后来才知道五专了 那时候想 我好不宁考取大学 那个时候我们家庭 如果大学退学 那像天要塌下来一样 我想这个学校怎么还有这种事 那我也不惹 我的服装比较保守一点 不会惹事 后来陆陆续听说 有些大一心声被打 我也不惹他们 可是我也不想被他们 也不想被他们欺负 我就回去 带了一把七星剑 到学校来宿舍放 万一碰到了 那也没办法 但有一天礼拜六 我正准备回去的时候 一个同学 法文系的 他家环境还不错 算外省的权贵 他跟我初中同学 可是那一次 他来找我的时候 满身都是泥 他说我被武装打了 他说等一下在火车站 还会有事 因为他知道 我过去碰过兄弟 那怎么办呢 我记得下雨 我就穿了个风衣 把气息上插的 几个同学 跟我就下去 从夏婆 他们从山上下 一看到 就那几个 打他的 那几个武装的 我就剪了个装头 冲上去 那正好我们一个同学 认识他们 那冲上去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带头 就讲一句话 他说你 你是白狼吗 我说奇怪 这装头 当然打不下去了 后来才知道 他们在台北市 都住台北嘛 跟主联邦 比如年轻的一批 玩在一起 他们去跳舞 我比较少去这种活动 我不认识 可是他会听我那些 比较年轻的小朋友提到 那天起 大学部跟武装发生冲突 都来找我 那一年开始 大学部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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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大二 发生另外一个事 武装那个外省瓜儿老大 他外面叫我 我一出去 他被人家打了 他被本省瓜儿打了 打了 那怎么办 要陪他 我就回去 第二天早上 我记得就在学校门口 主联邦人到了 就把那老大 在学校门给砍了 砍了以后 当天晚上 人家就 他们就带了两部计程车 两把枪 带了硫酸 带了武士刀 浩浩荡荡 就杀到淡水 我一个人 人家是本地的 怎么办 拿刀也没用 学生也没什么财力 我也不敢叫兄弟过来 那时在台北到淡水中间 有个检查哨 叫关渡检查哨 拦住的话 那不得了 我也这个责任 我也担当不起 怎么办 我在想 在路上就碰了一个高中同学 就这么巧 我在想 你们打游击 应该不是靠武士刀要枪吧 我就顺口一问 你们有没有枪 他说有 我说借我 二话不讲 他说好 去哪 我就去的 他把枪借给我 带了枪 一回到淡水 人家就 一个人家就餐厅 我记得他们在楼下叫我 在外面叫我的名字 摆了枪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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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下来 那个铁门一拉开 一正面全是人了 其中有一个很带重 我枪就拿出来了 很有种啊 这个人叫斧头 对着我 你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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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对着我 别人会吓住他不怕 我就一枪打过去 一正面怎么样应该打到人啊 就天下有这么巧的事情 就枪打过去 自助餐厅的桌面就这么薄 居然从一个桌面打进去 枪这样跳掉 人没打到 可是人都吓跑了 因为你对着他开的 你影响过后果吗 开枪那一瞬间 那哪有什么后果 想了没办法 人家实际把50刀对着你 怎么办 但人都跑光了 这个斧头很带重 还冲过来了 我第二枪卡弹了 他把我抱住了 抱住了 人就这样子 我把枪一丢 旁边那个老板 带着把那个水手刀 我说刀给我 他一丢给我 我就把刀抓住了 那个人抱住 我跟我抓捞刀同时间 我的刀很低啊 我就把那个手 就割他这个地方 割他就他只有放开了 他从前面跑 我从后面跑 我跑到同学家里面 全是血 洗了澡一看 我没有伤 对方的伤 如果你是参加一个战争 抗日战争 包括后来内战 就是你是为了一个大的一个目标 对 一个利益 一个主意 它有意义 生或死都有意义 那就是一帮两帮年轻人打打杀杀 它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呢 没有意义的是你让我去面对生死 你正好碰到的 不是说我这个医生 我将来为国家 所以现在你有事 我跟你躲开 不可能了吗 人 自有自己的感情 在那种环境里碰到的 这个我同意 我的意思就是说 后来我们的电影作品 影视作品 把那些都给美化了 神化了 它其实就是年轻人的那种 热血的冲动 不是为了什么主意 不是为了什么理想 就是一种一种单纯的青春的冲动 原本决心淡出兄弟圈的张安乐 一次又一次地陷进了兄弟 世世非非地牵扯中 有的是为了打麻将 有的是为了女孩子 虽然身在校园 但她的心却早已飞到了江湖上 大部分时间里 读书竟变成了忙里偷闲的事情 但张安乐处处为朋友平视 意气相挺的形式风格 却在竹联邦内名声雀气 而当时凭借着众意气好身手 已成为竹联邦核心成员的陈其里 也渐渐对这个比自己小六岁的张安乐 刮目相看 两个意气相投的年轻人 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张安乐也跟随陈其里开始 东征西讨的攻击 暴力丛生的岁月中 少年们渐渐长大 而竹联邦这个本是学生兴致的当派 也在慢慢地发生了变化 严格讲主联邦我跟他讲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学生时代 就像我讲的那样 第二个阶段为什么会走向社会呢 因为发生一个叫做香港西商厅事件 当时的越战打得如火如荼 越南的美军到台湾来度假 因为越南美军来度假很多酒吧就运运而生 他们来酒吧找女人 可是除了找女人他们要去夜总会 那时候开了很多小型夜总会 在民权东路有家叫做香港西餐厅 那是夜总会牌照的有限制 他们有西餐厅的名义开夜总会 老板姓陆叫陆豪 他开了一个香港酒吧香港西餐厅 他那个地方有个本省人本地人的脚头 台湾的兄弟有这么一个好处 不会骚扰一般正常的店家 但你是开特种营业 你开酒吧开夜总会 他就来了 跟美国不一样 我在美国的Channotan 他是每一家都要跟你收保护会的 不一样 那来收的时候 这个老板一看我这个做美军生意的 你们穿个拖鞋 搅个冰囊上来 都不愿意 不愿意人家就来闹 这时候人家就建议路好 有香港西餐厅老板 他说这样 你请陈希腊来当经理 应该可以震得住 结果很多人就来找他 我们的董事长 陈希腊董事长就跑到 香港西餐厅当经理 这一下更刺激本地的 更刺激他们了 就每天来闹 最后有一天 人家就来了几百人 把香港西餐厅包围了大决战 我们在二楼居高临下 他们攻上来 我们上面 反正就是用 也原理像七七关 当年对付倭寇的方法 他们用那个武士刀 我们那个香港西餐厅 也不能缠刀券 警察会常来的 就把那个竹竿削尖 从上面搓下来 当时对方来几百个人 我们这边就是八个人 就是八个人两辆计程车 两边包钞 这下他们就整个溃上了 那这个香港之战呢 结束以后了 因为我们这个陈希里 回到香港西餐厅当经理 那牛浦帮天 就当地人天天来闹事 这老兄弟的一听到 每天下了班都到香港西餐厅 就跟着他 所以有这一战 打完以后了 就没总不来抓人了 香港现在也待不下了 怎么办呢 这些人都已经 工作都没有了 跟着他 才开始 竹联邦在开始进入社会 他们在开始经营赌场 进入社会的竹联邦 为了金钱利益 开始广设赌场 张安乐回到 打三的时候 就开始一边读书 一边经营赌场 常常是手捧着历史书 坐在嘈杂的赌场里 有了纷争 丢下书就去维持秩序 纷争平息了 就带回接着看书 然而就是这个 每天捧着书的学霸 张安乐 竟然把赌场经营的 有声有色 而大量金钱的永进 几乎冲昏了 每个人的头脑 就在这时 竹联邦大肆揽入的钱财 被邦内的成员 陈仁洗劫一功 这对于竹联邦来说 无疑是当头一棒 而这个突发的事件 也让张安乐迎来了新的挑战 到了1970年 发生一件叫成人事件 就当时一个人叫成人 我们都四季二十岁了 一个叫成人 大概四十多岁 当时他们的公款 交给成人保管 成人把那个钱就拐走了 拐走了怕这兄弟找他 他就请求警方保护 他说主联邦的不良少年 要恐吓他 要勒索他 我们有一个兄弟 那是读高一 成功中学高一 他说出生制度不畏服 在新闻店碰到了 管理保护保护 散去就捅 捅了以后 那时候报纸登了很大 主联邦向法律挑战 这个已经请求警方保护了 你们还公然行凶 在警察面前 那警察怎么没保护他呢 动作快慢吧 旁边不是好几个警察的吗 他冲上去就捅 捅完就走了 因为当时的 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社会的氛围 谁敢啊 当时警察也想谁敢动他 但我总是个内心有阴谋论的人 我总觉得警察为什么时候没有动 明明有警察不止一个 为什么没有动 会不会想找一个契机 就要置你们于死地 那还不至于 好吧 我内心有阴谋论 那还不至于 那那时候报纸大概 在连登半个月 每天 那时只要碰到竹联邦 抓到 抓到竹联邦 就送火烧到 绿岛 绿岛不都装 那个不都抓政治犯的地方吗 也有 都有 就送绿岛 让我们那个汉牙子 被抓进去了 陈其里 还关了五年 陈其里因指使手下 刺杀陈仁 而被捕入狱 此时的竹联邦群龙无首 好勇有谋的张安乐 被举荐接手竹联邦 就这样 十年二十四岁的张安乐 成了竹联邦的总护法 期间 张安乐对竹联邦进行改组 广设堂口 更提携新人 交帮中兄弟 穿西装打领带 张安乐的种种改革 改变着传统台湾黑帮的形象 经营帮派的同时 张安乐继续他的学业 大学毕业后 他顺利升入淡江大学研究所 这段时间 也许是张安乐 最意气风发的思雨 然而命运 仿佛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张安乐大刀阔斧的改革 迎来的却是帮内 凶狠的派系斗争 硕士即将毕业时 张安乐 因为派系斗争 身负重伤 即将到手的硕士学位 也无奈终止 1976年 心灰意冷的张安乐 决定离开台湾 远赴美国深造 从此不再过问江湖时 钱对你来说 也没有什么兴趣 这样讲 我后来在大学大三的时候 就开始经营赌场 一直到了反正毕业以后 也都在这个全全混嘛 后来我就觉得 这不是我的人生 就是一个金钱游戏 什么叫金钱游戏 什么叫金钱游戏 每天看到银行的这个张 七夕夫 我说我的人生哪里都追求这个吗 不要 到美国 为什么到美国留学了 这样讲 因为中国的近代的近百年的秘密 都是留学生改变的 辛亥革命是日本留学生 然后工厂革命呢 是留书留欧跟英美的一个斗争 英美的自由派失败了嘛 第三波在当年 我希望中国的政治怎么样 经济政治 如果要进一步的改革 可能还是需要一逼 这个西方的留学生回来 把一些西方的关联带进来 那时看到赵紫阳所派留学生 到大陆 到美国 那我想 这一批人将来是 要改变中国秘密的一批人 当时我的想法 是我要跟他们碰面 我就申请大学到拉斯菲卡去 在沙漠苦读两年 就进了Stanford 所以当时我们董事长 要从整主联帮的时候跟我讲 他你留下来 帮我发展 因为他做生意嘛 他说这样你不要去做兄弟的事情 会出事 我每个月给你五万块台币 那是1981年 给你五万块台币 你就负责发展 因为他知道我发展组织 特别感兴趣 而且大家都知道 政治使命跟自己的想法一样 可是我当时想 当时台独气焰还没那么高 我想将来决定两岸势力命运 还是在北京 那我想我还是要到美国 继续想办法去 一定要好好念书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往了 其实已经叫已经洗白了 那个时候 不需要洗 我从来没想洗白 因为这样讲 我质问做兄弟这时间 也没做什么 基本上做的事情 当然有伤害 就是打架动刀都有过 但是基本上都不会去 做很邪恶的事情 或者是利用自己的关于欺负人 从来没有过 不是 所谓的洗白 不是我要问以前做的不好的事情 付出什么 而是就是我要跟公众讲 你看我跟他们已经彻底没有关系 公众不能再用以前的眼光 去看这个人 就需要这么一个过程 你跟我讲 一日香火源 终身兄弟情 这关系是断不了的 大家这兄弟 我现在只是 帮派的事情是不会去介入了 可是兄弟感情是有 比如说有的告别事 人家说你千万不要去 我说我跟他几十年的交情 他现在走了 我当然要去 还原今天江南案真相 汪锡林 汪局长 把我们董事长当的第二个 所以才会有江南事件 他说我离开共产党统治台湾 也不能让台湾被台队打坐 有巴仪 把当场的这些都想到 听张安乐揭秘 惊天江南那里 精彩 正在继续 虽然再次远离兄弟圈 但是往昔的兄弟情谊 却早已烙在张安乐的心里 只是对于当时远在美国的他来说 白狼已离他越来越远 此时他就是就读于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张安乐 往日的江湖 对于他来说 似乎已是另外一个世界 然而张安乐却不知道 从踏入江湖的那一天起 他早已身不由己 很快 他将被一股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 卷入其中 此时 大洋彼岸的另一端 他的好兄弟陈其里 初遇归来重整竹联 在海外纷纷设立坛口 大肆扩张竹联邦 将竹联邦带入了历史的最鼎盛时期 相比之下 此时的台湾政治 却经历着一系列的巨变 在蒋家王朝专制的统治之下 台湾岛内怨声载道 人民纷纷起来反抗 这让国民政府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为了巩固政权 当局开始考虑如何利用党外势力 镇压反对派 此时 竹联邦走进了他们的视线 而陈其里更是被吸收进台湾情报局 不知不觉中 已成为国民党政治布局里的一颗棋子 1984年10月15日 发生在大洋彼岸美国的一则新闻 震惊了海内外 笔名江南的美籍华裔作家刘一良 在美国旧金山家中 被两名黑衣男子连开三枪 当场毕命 种种迹象表明 这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暗杀事件 一名看似普通的华裔作家 为什么会成为暗杀的对象 背后的指使者是谁 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惊天秘密 一定要置他于死地 血案发生后 美国警方迅速进入调查 案件的细节也被慢慢展开 江南生前曾出版过一本蒋经国传 这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人物传记 书中披露了大量蒋经国执政期间的黑幕 和鲜为人知的私生活 蒋经国传问世后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弹 这让当时的台湾政府大为恼目 舆论纷纷猜测 难道正是这本书让江南招来了杀身之祸 而一起看似普通的杀人案 却为何引起美国的高度重视 是另有隐情还是暗藏玄机 一片轰动哗然之时 台湾情报局收到了陈其里从美国打来的一通秘密电话 两名手下吴敦董贵森送给了刘一良三个礼物 也就是三枪 以成功完成任务准备反台庆功 这三枪之后 也许任何人都没有想到 台湾政治的命运从此改变了方向 而对于张安乐来说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桩震惊海内外的政治事件 竟然与自己的命运渐渐交织在了一起 其实以我们现在人的观点跟角度 去看当年江南案 我就有点不太理解 因为小时候追那个事件 像追故事一样 当时还很紧张 但我现在看 不就是江南写一本《蒋经国传》 哪怕有一些在那个时候 看起来是很劲爆的事情 其实也不过就是一本书而已 值得那么大动干戈吗 还有别的原因 就是据说就是他们认为 江南他也替情报局做事 所以他是三面间谍吗 也被第三面是后来才知道的 当时不知道 替中共替国民党 替FBI是最后 最后的事情发生以后才知道 但他的遗伤坚决否认这一点呢 就是反正汪局长的角度认为 你是替中共做事 出卖了我们的情报员 这汪局长的角度 就他掌握了情报 那就是他掌握了情报 毕竟我们不了解 那FBI这是没办法 那时候只要华人去了大陆回来 一定要跟FBI报道 那当时我们的情报局长叫汪锡林 那蒋经国把汪锡林当作第二个代理 他也知道 因为也知道 都已经知道台湾未来的危机 都感觉到了 那汪锡林汪局长呢 把我们董事长当作第二个杜月森 所以才会有江南事件 那那个时候陈其里答应做这件事情 到美国去刺杀江南 他肯定是无奈的一种接受 不是无奈 因为他一直想替 当时这样讲了 但是中华民国跟中华民族 是二而为一的观念 他也想为国家民主做事 他认为替中华民国做事 也就是替中华民族做事 这1981年 他说将来蒋经国走了以后 万一台湾的政权落到台独的手里 他说我 他说我 我要起来反抗 他说他要重新出山 重整主联邦 将来都可以对抗 但他当时讲了一句话很震撼 他说我离灭共产党统治台湾 也不能让台湾被台独拿走 1981年 把当场的这些都吓到了 都吓到 是因为当时讲这样的话 是危险的 当然了 当时台湾的是叫什么 右手反毒 左手反共 而且常常把供跟毒打在一起 但他不是坐而言 他起而行 他跟兄弟已经脱节41年了 你知道吧 第二天他就起来 跟我讲他要罚战 当时他跟电影上看到的那些 黑社会老大不一样 一般是叫下面人去贩毒 然后贩高利贷钱拿回来 他是把自己他城安企业 赚了钱拿出来 让他们去罚上堂口 因为他是有他的政治使命的 他内心也认为江南是背叛了 对对对 中华民国 对对对 他认为他是叛徒 没错 在当时的观念 他后来流露应该讲很清楚 直到江南被刺了以后 江南报纸有灯 江南什么母亲在大陆饿死了 他就觉得有点 有点下个家 我是讲了一句话 小心被灭口 听说我有录音带 想租100万美金 买这个袋子 老板叫伙计去做事 老板最后要把伙计杀人灭口 伙计的朋友是不要赞助 我在美国把监狱识学校 我的前五年呢 每天拿个笔记本访问